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拿一个夹子 就是把头发全部放过来 这样等一会儿颅顶就会增高 穿了个外套入冬了 其实家里面还是稍微有一些冷的 打算现在准备做个简单的早餐吧 因为我一会儿可能还要去City吃饭 厚椰乳 我最近早晨渴喜欢喝这个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Blandy的乌糖 Blandy他们家的这个绿色的乌糖 或者蓝色的都还蛮好喝的 但是我新买的那个抹茶的就 有一点过甜 这杯宅家简易版的深烟拿铁 就是我最近超爱的 日常每天都会喝的 我现在准备先去洗漱 今天早晨洗得还蛮早的 我一般早晨赶着上课 其实我的护肤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涂个水乳擦个防晒我就直接出门了 有个针对甘敏机的护肤小秘籍 就是我一般早晨起来洗脸都可以不用洗眠奶 就用清水就可以了 最近一直都在用的就是这套新乳的蓝闺蜜水乳 我觉得他们家应该就不用多说了吧 我从来澳洲的第一天开始就爱到现在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套水乳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就这套我基本上是已经用空了 今年一出新的嘛 我就毫不犹豫地立马安排上了 它这个水的质地是这种很清爽的 就完全不会有黏力感 我刚涂上现在拍一下 它就已经吸收了 就是如果早晨有空的话 我会更加喜欢拿它来做湿肤 Borban最近不是还在换季吗 然后它就对甘敏机非常的友好 就是它特别适合日常维稳和抗出了 就有时候我脸颊轻微过敏 然后泛红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水完全不会刺痛 上脸真的太舒服了 它这个乳液的质地也是这种很轻薄 非常好推开的 就是有一种一秒就化水的感觉 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很好吸收 上脸之后也没什么负担感的乳液 上脸之后就是蛮清爽的 而且完全不会有那种很闷的感觉 最重要的就是它还足够保湿 我觉得不敢用A纯的敏敏机的姐妹可以冲 这套它就是用最温和和安全的方法抗出了 然后还能做到日常维稳 补水保湿 还有抗氧化 而且基本上它都能兼顾得到 而且它也不怎么挑肤质 就是我觉得这套它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最近是换季 但是我感觉我皮肤总体状态还不错 除了这里和这里 还有鼻子上长了几个小的痘痘 我现在换好衣服了 今天穿了一个这个爱心的毛衣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把头发按照原来的那个发缝 封了一下 就是哎呀黑头发长出来了 就是直接屋顶就增高了好多 出门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到的宝藏口罩 我真的买了超多包 是Mail的 它是一个新西兰的品牌 疫情也两年多了 口罩现在都开始卷起来了 不仅要防疫吧 戴着还要舒服好看 我买了好多包不同颜色的 它这包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而且它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就非常方便携带 黑白这两个颜色就是日常通勤必备 我还买了这种淡蓝色淡粉色 还有这种淡黄色的 就非常的少女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适合出去拍照啊 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戴 太喜欢这个蓝色了 它这个耳带是这种高弹力的 我出门逛街戴一天就完全不会勒耳朵 这个口罩的设计也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脸部线条 就我平时出门戴这个口罩 录Vlog都不会显得脸很大 还有一个我最爱的地方就是 我一般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戴眼镜嘛 就我戴着这个口罩戴眼镜 镜片是完全不会起雾的 这点真的会很爱 今天出门就戴我这个刚拆的蓝色的吧